严亚伦看起来萌萌的 他在脸书发文说 只想给各位生活上一点乐趣 一点点启发那就够了 让人联想 他是不是指下雨地震说 当时引发很多网友嘲讽 他也在脸书发文道歉 想不到 纽西兰研究发现 雨水可能弱化地震断层 进一步引发地震 让严亚伦洗刷冤屈 网友道歉改口称他先知 对了苹果及时报导后 严亚伦本人在脸书回应 哪有认什么先知 也太无聊了 没事找事 报导公正一点吧 报导公正的